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五件事情 朱家阳泡菜争议 3月17号,韩国演员朱家阳 在小红书上传了吃泡面的影片 在影片中能看到朱家阳搭配着 Kimchi大口吃泡面的样子 但是因为Kimchi上面的字母写的是泡菜 而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争议 大家应该知道 在华语圈本来都习惯叫Kimchi是泡菜 或者是韩式泡菜 但是在去年中韩两国网友们发生冲突之后 韩国政府发出公告决定 以后Kimchi的中文翻译都使用辛奇了 真的好失望 以前中文系的同学都是学的Kimchi等于泡菜 中国朋友们也会叫韩国朋友们吃泡菜 所有人都觉得泡菜就等于Kimchi 但是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说 泡菜是自己国家的饮食 所以我们不该使用泡菜 要使用辛奇才可以 字母用英文写Kimchi也可以吧 不管之前是怎么用的 现在不能那样用了 这不就是说根本不看韩国的颜色吗 想再两边都赚钱做好形象的话 就不用特意去吃Kimchi 或者是不要上字幕就好了 怎么这么没有想法呢 泡面吃Kimchi的影片有那么重要吗 目前曲家样已经下架了这个影片 然后今天也上传了道歉文 并表示会努力守护 韩国固有文化与传统性 奴隶女团Paybibu 3月17号女团Paybibu出身的Tabib 在接受YouTubeKunom Limpi频道采访的时候 爆料了Paybibu活动期间的心酸生活 Tabib表示 当时公司准备的宿舍 连自来水都不出 参加行程的时候要到对面的理法厅借水用 然后在参加IUKET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红 现场也没有认识的其他艺人 公司也没有安排工作人员陪同 也没有自己一个人可以待的地方 所以就躲在厕所里了 还好有赞助的三明治可以吃 但是吃一吃觉得不舒服就没吃了 Tabib接着提到 之前跑活动的时候 被喝醉的观众丢过酒瓶 然后有几位活动相关人士 在拍合照的时候 故意摸屁股 甚至别的成员也被摸了大腿 也有趁机想要亲嘴的人 我当时有跟代表苦诉 但是代表却说 他们是能给我们其他行程的相关人士 所以绝对不可以拒绝 实在没办法 我们最后有跟公司请求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只希望能够解除合约 但是公司始终都没有放任 Tabib最后也表示 目前赔比补合约诉讼问题 也快结束了 跟以前的成员们 也有了新的活动机会 所以现在非常开心 Homla是怎么坚持的呢 这太惨了 年纪轻轻 遇到烂公司真的受苦了 垃圾公司都倒闭吧 再不要做什么女团了 代言很多美妆品牌的男团 最近男团70 拍了很多美妆品牌的消息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Ponon RMK 在一个组合 能拍这么多化妆品广告 也是第一次啊 身为克拉 有这么多可以买的化妆品 太好了 Seventeen更大发吧 Redweb MV中的名画 昨天以兴趣Fill My Rhythm回归的Redweb V 除了这次的造型非常梦幻美丽之外 MV中隐藏的名画 也收到了非常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没想到还有这些东西 只是觉得MV很漂亮了呢 跟变态一样的SM 哇 对美术稍微了解的人看MV的话 应该会更有趣吧 好羡慕 韩网集体疯狂的吻戏 在昨天播放的韩剧 Sanemason中 从昏跟影测的吻戏 让很多网友们都疯狂了 尤其是这个摘下眼镜的部分 哇 是戴眼镜的人吻戏中最经典的 啊 是吧 我又来看了 一直让我点进来这里 又不是我亲的 但感觉是永远忘不了的 历代集吻戏 其实 戴眼镜的男主吻戏中 最经典的应该就是这部韩剧 昨天 中国东方航空一架飞机 发生了坠落事件 希望能发生奇迹 乘坐的132名人员 都能平安归来 这次宝宝 突然开始 担心 扶着 老公 都能平安归来 这次宝宝 这次宝宝 都能平安归来